字幕提供 一樣是斜口筆喔 字幕提供 那它比較小 比較小 但它就可以畫出 比較細的線條 然後它彈性比較好 所以它在拉線條的時候 它可以比較平穩 邊緣平穩 線條的變化上也會比較平穩 那當使用這個角度的時候 就會是 比較像是使用圓筆 它就可以做出一些比較抖動的線條 那麵來說 因為它含血量 很少的喔 所以它人畫的面積不大 大家可以刷一些這種 黑白 因為它很快水就不見 那點來說 我倒覺得 可以做出蠻多有趣的變化 比如說這樣 壓下去拉起來 壓下去拉起來 或是不同的角度 所以在運用上 我會覺得它蠻適合來畫一些葉子 比如說我們來試試看 畫畫 比如說 落葉 地上的落葉啊 有大有小啊 因為它這樣 拉下去 提起來它還蠻自然的 底部的底部 好像非常的 尖 所以它做這種小部分的處理 我覺得蠻適合的 所以我會一直掌握這個 使用斜口這個 很特殊的這個 細的這個尖角 OK